055VS伯克尔三作为全球最强的两大驱逐舰如果爆发冲突到底谁是占据优势的一方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当今全世界最为先进和强大的驱逐舰就是中国的055和美国的阿里伯克尔三 当然还有人觉得伯克尔三只是一个PPT上的概念 但只不过是一种刻板印象罢了 事实上美国的伯克三首舰DDG-125捷克卢卡斯号 已经于2021年6月下水2023年10月服役 至少目前看来已经是现役装备了 作为现役装备中两国的最强者这两款战舰的性能到底是谁更为先进呢 首先这两款战舰肯定不会发生正面冲突 毕竟不管是055还是阿里伯克三 其核心定位都不是反舰而是舰队护卫 毕竟中美两国的主力反舰武器不是重型轰炸机 就是地面发射平台 美国的BEB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24枚重型反舰导弹 中国的陆射东风也不差 不管是速度还是射程都远超海军舰载机 所以如果想要对比这两艘军舰 谁更强大需要对比的是他们的防空能力和反潜能力 这是舰队护卫的核心工作 首先就是防空能力 防空能力的本质就是雷达探测能力 关于这一点中国驱逐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没有资格说话的 美国的驱逐舰目前是以大型X波段无缘相控战雷达为主 探测距离远 精度不高 追求远程防空能力 欧洲驱逐舰以小型X波段有缘相控战雷达为主 安装位置高 低空性能好 探测距离短 由于鱼羽兄长不可兼得 所以X波段雷达和S波段雷达不存在混合使用 而我军一直到现代化改革才给军舰装上相控阵 而当年我国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搞了052C和052B两款战舰 主要就是为了让这两款雷达进行復补 到了055我国才实现世界级突破 人类第一次见识到了S加X双波段混合雷达 055作为全世界首款使用了双波段雷达的战舰 可以同时做到在200公里外攻击远程飞行平台 以及在末端距离对多个目标进行快速反应精选拦截 而美国是知道阿里伯克三才初步具备了双波段混合雷达 只不过美国的双波段混合雷达还是比较初代的双波段混合雷达 仅仅是两个波段的雷达供用综合数据处理中心 然后使用了四面X和三面旋转X 只能说勉强摸到了双波段的门槛 当然美国SPY6S波段雷达的强大远程探测能力 又弥补了这一点点不足 而中国不同 中国不知道是否采用了共用综合数据处理中心 毕竟这玩意儿属于是核心机密 我个人猜测应该是用了 但是更为关键的是 中国的两个波段雷达都是多面有缘相控阵 这就意味着在近距离雷达多线侦测效率上 美国的双波段雷达是不如中国的 所以在防空能力上 中国的055和阿里伯克不奔上下 055近距离防空能力更强 远程略逊一筹 不过这也能看出来 美国人的科研能力还是很强的 中国这才弯道超车多少年 美国就几乎感受了中国超过美国的那一段脚步了 果然科技研发这种东西 逆水行舟不进择退 中国还得继续努力加强研发 才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说完了防空再说说反潜啊 驱逐舰反潜靠的是直升机对潜水艇 探测啊 这一方面中国确实是远远不如美国 美国现役海鹰直升机在性能上是当之污秽的世界第一 我国的直巴和海鹰在机体设计方面完全没有合避性 SH60海鹰凭借其强大的反潜作战能力 全天候作战能力和多用途设计 是当之污秽的世界最强反潜直升机 当然 传统领域的反潜 我们肯定不是对手 所以我搞出来了反潜无人机作为替代 啊 诚然 我国的直升机技术目前是比不上美国人的 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我军的一个端板 但所谓没有张哭哭你就不吃带猫猪了 虽然我们的直升机不行 但我们的无人机种枪 尤其是我国还开发出了小型化的泰赫兹设备 用于搭配小型反潜无人机 别的不说 这东西你拿来抓大黑鱼是真的一抓一个准 在反潜方面上 中国和美国估计算是55拍吧 最后就是对比双方军舰本身设计 如果真让这两款军舰单挑啊 博客3的优势是他们配备的最新SPY6雷达的探测级率远 这个或许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远程探测雷达 而中国的346A在近距离多线能力更强 导弹拦截效率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就能比拼的就只有一个实力了 055 112个坑 博客只有96个 中国还装备了比美国更为先进的导弹 与此同时 055采用了更为优秀的隐身外观 而阿利伯克3的外观会让它更容易被发现 所以在单挑情况下 中国驱逐舰会凭借优秀的隐身设计 占尽优势 总的来说 这个阿利伯克3基本上满足了美军 对于一个和055能打55开的舰队防御平台的需求 那由此可见美国的科技实力还是有的 但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实力增强和美国工业实力的衰落的美国人能打的底牌越来越少 可以看出美国强势的地方都是传统的方面 而中国更擅长发掘新赛道 这一点点的区别 未来会让中美两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因为中国还可以继续推陈中心 而美国的阿利伯克3搞不好 就是美国海军最后的辉煌了 阿利伯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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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伯克3